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频道,我是雷 今天是一期有关日本东京迪士尼C的体验感分享 那前几天正好去了迪士尼C,也就是日本东京的一个海洋公园 所以说想来和大家分享一些体验谈 那如果说你想知道一些如何游玩的攻略 或者说如何更好地去玩到更多的项目,更刺激的项目的话 可能接下来内容并不一定对你有帮助 但是如果说你想在一些细小的地方玩得更开心 或者说是能够得到更好的体验的话 接下来或许会对你有些帮助 那我会把接下来分享的一些重点写在视频的说明文里 可以根据这个参考去选择你喜欢的内容观看 那话不多说,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内容吧 那大家知道日本东京的迪士尼分为两块地方 一个是Lando,一个是Sea 那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是上一周的一个工作日去的 我们一家三口,我老公还有我们家三岁的小宝宝 因为之前带他去过Lando,然后玩得蛮开心的 然后这次就去Sea顺便做一下比较嘛 然后就有感而发,想和大家去分享一些经验谈吧 那接下来分享的内容都是一些很细小的地方 也不一定有按照顺序说,反正想到什么就和大家说什么 或许我觉得有些地方还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 那话不多说,赶快开始吧 第一点就是不管是你去迪士尼Lando还是迪士尼Sea 一定要下载它官方的迪士尼的APP 因为它真的很重要,而且好处很多 第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知道所有的游玩项目它需要等待的时间 因为你打开这个地图,比如说你去迪士尼Sea 打开Sea的这个地图,你一看就可以看到所有项目需要等待多少时间 多少几分钟,这样的话你可以根据你现在所在位置去算一下 我现在去哪个项目比较合适 这样的话可以在有效的时间里面提高你的一个游玩项目的一个效率吧 我觉得很好的 那第二点就是园区内定位可以帮助你迅速的知道现在自己在哪里 然后你要去哪里的话可以自己算好路线 还有有时候比如说你发现自己走错路或者迷路 看一下定位可以随时告诉你的路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节约时间 不然你走错的话也不知道真的很浪费时间 当然这里可能有些小伙伴会担心一个隐私性 那我也有在意过这一点 但是你可以完全进入园区之后再打开你的定位系统 然后在园内定位就可以了 那你一天玩好之后出来之后把这个定位系统关掉 你平时用手机就不会影响到你的个人隐私性了 请放心吧 第三个好处就是预约各种各样的秀 这个其实也不是好处是规定吧 因为你不通过这个APP预约是不能够看这个秀的 现在就是都是预约制 那你打开里面的预约这个按钮 就是可以进去选择自己可以预约的一些秀 然后到时间进去就可以了 所以是非常方便的 我也非常赞同这个预约制 因为就是说可以让人群分流也是非常好的 那还有就是最后一点就是 因为它是根据不同的时间段或者不同的时期 好像有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就是我们以前不是有花钱去买那个快速通道吗 现在这个制度没有了 它都是通过这个APP去预约一些就是快速游玩 那你点进去之后呢 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说可以几点去 那你如果预约进去的话呢 按照这个时间去排队呢 就可以结许节约很多时间 但是这个好像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需要你自己去看一下吧 第二点就是米奇造型的这个电车 也就是日本人叫做monorail 这个呢一般我们如果说坐电车去迪士尼的话呢 一般坐到五宾 这个车站 然后车站出来的话呢 走路呢就可以走到Lando了 但是呢就是C离的比较远 可能一般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坐这个米奇的这个monorail去 当然Lando呢也是可以坐的 只不过呢就需要绕一圈 因为它很近嘛 就是绕不过去需要绕一圈 有点浪费时间 那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monorail它有特别的这种票子嘛 票子的这种花样 一般平时都是米奇的图案 然后呢有时候它期间限定 比如说现在最近发售的这个琳娜贝尔图像 它有期间限定的琳娜贝尔的这个车票 如果说对着感兴趣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蛮有那种纪念意义的吧 可以买到这个期间限定的特殊票 第二点就是这个monorail呢 就是小朋友们呢会非常感兴趣 一般的就是说 在玩之前他都特别喜欢坐嘛 其实你如果说花一次的票钱 如果说你想多坐几次 你在里边就绕圈 就跟我平时坐电车一样 你在车站里面绕来绕去的话呢 就是也就只是花一次钱 当然就是如果说你想快速去玩的话呢 一般大家都不会在这里浪费时间 但小孩子的话喜欢多坐 那你就多坐几次 坐个两三次 其实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吧 那还有呢就小孩子一般呢 都喜欢坐车头 那我们这次带我们家宝宝去呢 他也是一定要抢着坐折头 但是一上去呢 人很多大家都坐车头 人很多你根本就挤不到 怎么办呢 你可以等车子绕了一圈之后呢 大家都就下车了嘛 因为有的人到Land 有的人到Sea 有的人到Hotel 因为他Hotel 就迪士尼专门的Hotel也是停站的 大家都各自到达目的地地 就下去之后呢 绕了一圈之后呢 绕回来呢 你发现车头它空了 然后呢马上让我们宝宝 就是坐到前面去看 因为小孩子喜欢坐车头嘛 风景也好 那再绕第二圈 然后呢他坐到车头 知道第二圈 我们到达了Sea之后呢 我们就下去了 所以说如果说 你们带小朋友去的话呢 他想坐车头看风景的话呢 建议呢可以多坐一圈 大家都下去的话呢 自然而然车头就空了 也是个不错的方法哦 第三点就是戴口罩的问题 因为疫情现在还没结束 那根据不同的国家 现在戴口罩的自主都不一样嘛 那日本的迪士尼呢 它是这样子 之前我们带宝宝去 迪士尼亚诺的时候呢 是八月份左右 那个时候呢 就是他要求就三岁以上 包括三岁的小宝宝啊 或者是成人啊什么 都是要戴口罩 不管你进入店啊 或者有关项目排队的时候呢 都是要戴口罩的 那这次戴Sea呢 我也特地查了一下官网嘛 然后他就说制度改变了 他就说为就学的 为上学的这种小朋友呢 都是不一定要 就是严格你戴口罩的 但是呢 为就学之后的 以前小朋友呢 或者大人呢 都是要戴口罩 所以制度就是稍微松缓了 所以呢 一般就是这种 保育员啊 幼儿园小朋友 都是可以不用戴口罩的 这样的话呢 他们可以玩得更开心 因为小孩子戴着口罩 总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说 如果说你打算去的话呢 最好之前呢 就是说在官网上去查一下 他的一个 关于戴口罩的一个制度 因为随随地都在变化嘛 可能现在是这样子 然后下一次讯练 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一定要注意 我记得我刚来日本的时候 迪士尼一张门票 一个人差不多是5000左右吧 真的觉得好便宜 现在真的好贵 要接近1万了 那现在就是 你去买票的时候 你在官网上看一下 就是因为他 平日工作日和 就是休息日呢 他的票价也是不一样 而且一天里边 就是你早上入场 和你下午就是 或者说是晚间入场的票价 又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就是你去买的时候呢 去官方就找到 你需要去的一个 那一天还有时间点 去看一下你的票子是多少 因为价格真的差的还蛮多的 所以要记得去查看一下 那就就是好像有听说 就最近好像又要涨价了 所以在涨价之前 如果是有空的话 还是去一下吧 第五点就是 在迪士尼C入口处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 会动的这个地球 就跟日本大阪的 这个Universal的 那个地球是差不多的 所以那个点呢 我觉得拍照呢 是非常好的 就是非常有纪念意义 而且呢 它的地球真的很大 所以你即使站得远一点的话呢 也能够把整个 就是地球都拍进去 所以说那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纪念拍照的点 大家一定要记得去拍哦 那下面点想说一下 在迪士尼买爆米花的事情吧 那相信就是说 去迪士尼呢 就是买爆米花 吃爆米花呢 是必打卡的一件事情吧 那不管是迪士尼C入口处 还是迪士尼C入口处 它都有很多很多 限定的这种 就是人物角色 这种爆米花筒嘛 然后爆米花呢 也有很多很多 各种各样的口味 那你带小孩子去 小孩子一般呢 都就是喜欢吃这个甜味 就是Caramere的味道 我记得当时那天 就是带他去Lando的时候呢 为了给他找这个 Caramere的甜味呢 找了很久 一方面也很久没去的嘛 也不是很熟悉 当时呢 就是也没有看这个地图嘛 然后呢 就给他找了很久 他也找了半个小时吧 就觉得很浪费时间 终于找到了 然后呢 又找到他的那个 限定这个桶 桶也不是每个地方 都有买的 园区内 每个小摊 就是这个小摊 卖这个人物角色 卖这个味道 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你要找到自己喜欢的 真的很花时间 然后呢 后来买到之后 走着走着 发现有一家综合店 不就在Lando里边 里边呢 就是有买所有的人物角色的 这种爆米花筒 和所有味道的爆米花 就觉得啊 真的好方便 早知道有这家店 就不必浪费这么多时间了 所以那大家如果去Lando的话呢 小摊 爆米花呢 就可以去这家综合店 可以在地图上找一下 真的会非常方便 那这次去C的话呢 好像目前我是没有找到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综合店 就只找到就是那种 各个园区分布的 就是不同的爆米花筒 和爆米花的口味 如果说C也有这样的综合店 就比较好了 就可以不必浪费这么多时间 至少我在C 好像没有碰到这样的店 还有呢 相信应该大部分人去过的人呢 都应该知道就是 如果说你去过一次了 你下一次去 不管你是去同样的Lando 或者说是不一样的 就是去其他地方呢 一般呢 都会带着之前买的 这个爆米花筒 然后呢 你只要买纸包装呢 就是比较便宜的爆米花 把它倒进去 就可以再次利用了 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当然如果说你是冲着 某一个人物角色 比如说现在贩售的 这个林雅贝尔的 这种爆米花筒 去买的话呢 那你可以当场 直接买一个新的 也是不错的 下一点想说一下 在园区呢 你买这种小零食啊 什么鸡腿啊 冷饮啊 这个时候需要注意点吧 就是如果说 你看到自己喜欢吃的 或者想要吃的话呢 建议呢 就是马上就去排队购买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第一点 就是你不要想着什么 我看好这个演出 看好完好这个项目 再去买 就是其实呢 就是真的不是特别好 因为第一点 首先如果说 你看好节目 再去买的话 或许你已经忘记 这个地方在哪里了 即使离得很近 或许你也不高兴去了 或者说忘记在哪里了 第二点就是说 你再去的时候呢 或许人已经排得 很长很长了 你就会感到后悔 哎呀早知道 我就之前买好了 之前排好了 因为会有这样 那样的后悔 所以建议大家看到 就马上去买 马上吃 是非常好的选择 下面想说一下 带小孩子 如果说去迪士尼的话呢 会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景点 也不是景点 就是一个打卡的地方吧 那就是在迪士尼的 这个公共厕所里面呢 就是它会有 专门有一个 给小孩子洗手的洗手台 会做的比较低嘛 洗手台上会放一个洗手液 很特别的洗手液 就是这个洗手液 它出来的这个泡沫呢 是一个米奇头像 真的很可爱 因为它肯定知道 小孩子就喜欢这种嘛 所以呢 就会特地放在 小孩子的洗手台上 大家可以带着小孩子 去试一下 因为真的非常可爱 接下来分享一点呢 就是可以在大家 游玩项目的时候呢 有到很大的帮助 因为呢 就是因为我吃亏了 所以呢 不想让大家吃亏 想和大家赶快分享一下 那就是迪士尼C呢 比起就是迪士尼Lando 要有更多的 就是说做船的项目嘛 因为它填海造成 所以说 沉船的项目呢 会比较多一点 那沉船的时候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你排队之前呢 你一定要问清楚 工作人员 这个船的路径 路线是什么样子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船的路线呢 是就是你开 靠某一个点 它还会再开回来的 所以呢 就是你就是原地上去 原地下来的 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有的船呢 它从这个 比如说A点 开到B点 那B点呢 就直接下去了 就不会再开回来了 所以呢 就是会让你 就是说 摸不着头脑 到底到哪里了 因为我们当时就是说 在这个A点乘船 然后呢 把我们的婴儿车 放在这个A点的附近 然后就去玩 想好 回来之后呢 就是直接可以取婴儿车 到其他地方再去玩了 结果呢 我们坐的这个船呢 从A点开到B点 B点呢 就直接下去了 就不开了 我们就从B点下去了 然后再查了一下地图 发现我们这个B点呢 离我们放婴儿车的地方呢 离得很远很远 当时就是太后悔了 然后就想着 就是要不再坐回去吧 结果呢 看到坐回去这个船的队伍呢 已经排了很长一场 也不高兴了 后来呢 只能我和我们家宝宝呢 在原地等着 然后呢 爸爸呢 去取船 不是去取船 去取婴儿车 真的很浪费时间 所以呢 建议大家一定要问清楚 这个船呢 到底是不是会返回 这一点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下面一点 对于 如果说想要购买 就是新发售的 周边产品的朋友们呢 可能会有帮助一些信息吧 那好像应该是 日本东京 它是9月8号开始发售的吧 然后呢 那段时间就是说 很多人都去排队嘛什么 就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新闻里面也爆出来了 然后那时候去迪士尼 就是说去买的话 因为这个林娜贝尔 就是说一方面就是 它只有在Sea 就是迪士尼海洋公园有买 就只有在那 外面的这种迪士尼 在这种店里面 是没有买的 还有就是说 你即使在网上购买的话呢 也一定要入圆之后呢 才能够拿 反正就很多很多规矩吧 所以呢 大家都去排队 还有呢就是你 刚发售的那一周吧 好像就是你及时买了票 进去之后呢 也是需要抽签 才能够进店去排队购买的 因为有的人很多时候 没有抽到签 你即使去玩了 去了买了门票 去玩了 也不一定能够 抽到签进去买 所以那感到很可惜 那我那时候去 我就上周去的嘛 差不多是9月中旬嘛 那时候呢 已经没有这种排队抽签制度 就是你只要就买了票 然后呢 就是进去之后进店呢 就是大家都可以进去 就是有票的人 就都可以去进店去买 去挑选 而且货源呢 也是非常充足的 就不管是这种小的 可爱的这种周边 还是这种大的这种产品呢 都是有的 而且你走在这儿 你会发现真的每个人 就是都抱着一个 林娜贝尔的这种小玩偶 就在那里一边 和他们一在玩 在拍照 就觉得真的好有人气啊 然后呢 就是货源很充足 但是有一个点就是说 他有就是会得 你买其他的 比如米奇啊 就是达菲啊什么 都是不需要评门票的 但是呢 买林娜贝尔的周边产品呢 一定要出示你的一个门票 不管是你的纸质的门票 还是电子门票 一定要出示 好像就是你买一样产品 因为他规定一样产品 一类产品 就是一个人只能买一件嘛 所以呢 就是你买一类产品 就是出示一下票子 就是你买了很多 不一样的 不同类的产品呢 你出示票子 出示一次就可以了 因为他会给你算的嘛 反正有很多限制 所以呢 就是他就 怕你没有票 或者说多重买很多嘛 所以你有票出示的话呢 每个人呢 都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 这个林娜贝尔的 那我呢 自己呢 也是一个凑热门嘛 其实我在没有宝宝之前呢 对这种小玩偶呢 还是很喜欢的 就每次去呢 我都会买一些新的 那现在有了宝宝之后呢 我就觉得好像 对这个有些淡化了 我就觉得好像没什么 但是呢 因为林娜贝尔就是被大家 就是弄的 就是人气很高嘛 我也觉得蛮好奇 然后也想有一个嘛 然后我那天就买了一个 这个小的 就这个 就这个小挂件 有一个别针挂的 就有一个很小一小的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最正常的一个 它有一个小尾巴 我觉得还是蛮可爱的 那说到这个 就是很多大家都在网上分享 就是帖子就说 那个怎么选择它的脸嘛 就选择一个会笑的这个脸 不要选择那种很凶的脸 我觉得真的就是 人者见人 智者见识 每个人挑的一个标准 都不一样吧 我觉得就是 你真的挑到后来 会越挑越眼花 你反正挑的时候 你就看一个顺眼的就可以了吧 我觉得我这个就 虽然就好像不是 那种很微笑的 但是呢 也算正常吧 也不是那种很怪的 那种歪脸歪眼睛 我就觉得还可以吧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还有就是说 我觉得在挑的时候 有个小注意点 就是不光你要看脸 你还要看它的衣服 因为有的时候 它这个衣服的 这个蝴蝶结呀 做的不是很好 或者说是 还有它的一个四肢 就是也是有区别的 就是有的人呢 有的就是这种娃娜 它做的这种 就是腿呢 会做的很长 有的呢 做的比较短 就根据你自己喜欢吧 就是有的真的 你会发现这个衣服 就是说 马上就把脚给遮住了 就觉得好像腿很短 腿很长 所以呢 你挑的时候呢 不仅要看脸 要看它全体 整体的一个感觉 觉得顺眼呢 就可以了 因为真的很花时间 现在想说一下 在迪士尼C海洋公园 你去看秀的一个 注意点吧 就是之前也分享过 就是说 你一定要下载 它官方的这个迪士尼APP 因为呢 可以用它去预约秀的一个时间 因为没有它是预约不了的 它是预约制的嘛 那这一点有一个小小tips 就是也是我自己经历过的吧 就是建议呢 你一进圆就要打开这个APP呢 然后去预约各种各个的 你要看的这个秀 你想看的话 你就预约 你不要想到就是说 因为我刚开始也是一进圆 我们那天好像差不多是 它九点开的嘛 我们差不多是十点左右进圆的 然后我打开这个APP看秀 它一共有三个秀 我那天 然后呢 三个秀这个十点左右呢 都可以预约到 因为它有很多时间了 每个秀差不多 都是由大概五次的时间 从早上九点钟开始 一直到就是说下午 差不多五点钟左右吧 有很多很多场嘛 差不多五场左右每个秀 那我当时打开之后呢 发现很有空 就是几乎很多时间都可以预约 但是呢 我就是因为被这个迷惑了 我觉得啊 那我过一会儿 因为很多它是固定时间的嘛 我想啊 我不知道这个时候能不能去 我再等一会儿吧 等我差不多 就是说几个项目完好之后 我看一下 能不能就去 我再预约 但是呢 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你呢 一定要就是说提早预约 就一进圆 你就因为它只有进圆之后 打开这个定位系统 你才能够预约嘛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呢 建议你就是一进圆 不想看的话 没有关系 你想看的话呢 一定要预约 如果说你确定不了时间 因为它时间都固定的 比如说这第一场是十点开始 第二场十二点开始 第三场十三点开始 那你就是说 如果说你不确定的话 你尽量预约那种 比较后面的时间 晚一点的时间 那能够预约到 我觉得就很不错了 像我那时候 有一场是直接就是预约的 因为我马上就要去看的 还有一场呢 我想看 但是呢 我怕可能赶不上 我想过一会儿再预约 但是呢 等我差不多到了 大概十二点钟 想要 就差不多 觉得这个时间算差不多了 我再去预约的话呢 已经预约不上了 我就很后悔 就是那时候 就是最后一场五点的呢 也预约不上 我就觉得很后悔 我就觉得 应该一进场 就把五点的一场预约好 管它 我去得了去不了 反正能够预约 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呢 建议大家就是说 吸取经验 一定要就是一进场 能够预约的 那就尽量把它预约好 这才是最方便 下面说一下 就是不需要预约 这个看的这个秀 就是在公共场所 每个人只要到时间 去这个指定点 就可以看的 那Disney Lando和C呢 都是有的 那我自己觉得呢 就是Lando的这个秀呢 更好看 因为它是这种花车形式的嘛 那C的话呢 它都是在一个 就是围起来这个 就是湖面上的 所以呢 就是说 就是船飘过去 这种表演 我觉得好像 不是特别好看 我比较喜欢看这种 花车游行 更加好看 所以呢 如果说带小朋友去的话呢 还是建议去Lando 看这个花车游行 来的更有意思吧 而且一般就是说 大家都固定时间 很早之前 都是去站位嘛 因为虽然是公共场 都不需要预约 但是呢 你要站到好的地方呢 还是需要提早把座位 就是说去站好 然后呢 它花车游行的时候 你就可以坐在这个 固定的地方去看了 还是不错的 现在想说一个 关于排队的一个 小经验吧 也是我这次去C之后呢 就是说 享受到的一个服务吧 我觉得就是对于 如果说带小孩子去 这种游乐园玩的时候呢 真的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呢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这次呢 就是我们 就是刚到这个 Disney C的时候 然后去排一个项目 然后呢 这时候呢 另外预约 就是网上预约这个秀呢 是11点开始的 那我们那个项目呢 差不多 我们排的时候呢 是10点 还有一个小时 完全够 而且它等待时间呢 差不多是10分钟 所以呢 你等好之后 10分钟 再去玩好之后 再去看秀呢 是绰绰有余的 但是呢 在我们的排队过程当中呢 突然工作人员跟我说 跟我们说 就是跟广播说 这个因为什么 设备问题啊 需要检测 所以呢 可能会延长 就是等待时间 可能要延长10分钟 到20分钟吧 但是我们算了 就算延长10分钟 20分钟 也还有时间 还是赶得上 因为另外看秀的地点 就在它旁边嘛 还是蛮近的 所以呢 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担心吧 后来等着 还是没有开始 我们就开始有点担心了嘛 然后我老公 就让我去问一下工作人员 因为他也怕赶不上嘛 如果说真的赶不上的话呢 我们就 在这里就不排了 就取消掉了 就直接就去看秀了 因为秀预约上了 取消掉的话就没有了嘛 像这个排队的话呢 随随 你只要再去排的话 都会有 然后呢 我就去问了工作人员 我说还有多少时间 我们接下来有一个秀 是11点 然后呢 他看了一看 当时他跟我说 他说 应该问题不是很难 因为马上就要好了 所以让我们再等一等 然后呢 因为他确认过了嘛 那我也放心了 然后后来 大概又排了五分钟 然后呢 那个工作人员 他特地跑过来跟我说 好像应该还要需要 花点时间 估计那个 你预约的那个秀 因为当时呢 我跟他说的时候呢 我特地把我手机 因为预约好 手机上有显示的嘛 我特地把手机呢 给他看了我这个秀 就11点 就证明我 就是我没有说谎 我是预约这个秀了 然后呢 他也看了 然后后来过了五分钟 他又跑过来说 好像确实要花一点时间 估计呢 不一定赶得上 他肯定也怕 万一赶不上 就是对我造成困扰嘛 所以呢 他就是 很犹豫的 然后呢 我当时想估计 也没什么希望了 那我 那时候呢 我还已经 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就想 那我们就不排了 我已经想跟他说了 我说 那我们就不排了 然后你放我们出去吧 我们就去看秀了先 当我刚刚想说的时候呢 他呢 既然跟我说了以下的话 让我非常的感动 他说 那你要不把名字留下来 就是你告诉我名字 然后呢 等你把秀看完之后呢 你再过来 然后呢 报一下你的名字 你就可以直接就是说 去玩这个项目了 我当时有一些 感觉 有点懵掉 就觉得不可思议 就是感觉还有这种操作 因为我也以前没有 也没有就是说 接受过这样的服务嘛 我不知道这样也可以 后来呢 我就把我的名字告诉他了 然后呢 我们就去看秀了 秀的时间呢 也反而又提早了嘛 提早了五分钟 我们赶上了 那看完秀之后呢 我们再吃点东西 然后呢 再转回过去 跑到这个项目 然后呢 就找到工作人员 就是不一定要刚才工作人员 因为他肯定会跟大家通知的嘛 说啊 有某个顾客 他留下名字了 待会儿会来的 记得就是说 按捺一下 然后呢 我就跟工作人员说 我说 我是刚才的某某某 然后因为看秀 所以呢 没排上 然后呢 他说啊 马上就知道了 然后呢 就把我们带到队伍的最前头 然后那时候我们感觉像VIP一样的 就感觉像VIP入场一样 就是后面谁都没有 就是从一个很快的 那个快速通道走过去 然后呢 就第一个入场了 就感觉很开心 那对于以上这个 类似于快速通道这个服务呢 我想分享一下 我的一些个人的感想嘛 也不一定 不知道对不对 首先第一点呢 我觉得这种服务呢 应该不是明文规定的 就是不是所有的人 都可以进行这种操作的 那第二点就是说 我呢 确实给他看了我的 当时的就是预约的这个秀 就是我是11点的秀 就确实存在的 还有呢 就是他的一个 就确实是他自己设备的故障 导致了就是我们排队时间延长 然后呢 可能会看不到我们预约的这个秀 因为时间是算好的嘛 所以呢 他就是为了就是感觉 一种抱歉嘛 所以呢 让我们就是 可以之后有这种 快速通道这个服务 第三点就是我们一家三狗 就是有个小孩子嘛 他可能觉得带小孩子排队呢 就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就是可能就通融一下 基于这三点 才能够享受到这个快速服务 如果说 就是没有这三点的话呢 可能就是说 不一定能够有这样的明文规定吧 还有就对于一些有人气的项目呢 可能也不一定有这样的服务吧 因为我们排队那个项目 也只是很普通的一个项目 不是那种什么 一个小时以上这种人气项目 所以呢 才会有这种快速通道吧 因为其实 确实是说 从表面上来看 对其他人来说呢 是不公平的 但是呢 确实因为一些客观因素 它机器设备呢 导致我们就是排队延迟啦 所以呢 才会有这样一个快速通道 可以行的一个方法吧 所以呢 如果说你在园区 就排队遇到类似于我以上这种问题的话呢 你可以首先去问一下工作人员 可不可以这样操作 或者说是 我应该如何操作才能够 就是说 让我又看到秀 又能够不用再次去排队 这样一个困惑吧 就是采取 就是去问一下工作人员的意见呢 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的 那还有呢 就是我在之后的游玩项目里边 看到的就是 我在排另外一个项目 然后呢 就是排在前面里有一个妈妈 和一个小孩子 然后可能因为 应该是小孩子要去上厕所吧 然后那个妈妈就跟工作人员说 我也听得不是很清楚 因为有点远嘛 就是可能他们要去上厕所 又暂时离开一点 然后那个工作人员 好像就指示他 就是说你回来的时候呢 就是在跑到另外一边 就是好像就是队伍的前面 去排一下就可以了 我当时也不是很清楚 我就觉得就是 这个服务还是蛮人性化的 就是因为小孩子嘛 就是没办法上厕所 不像我们大人 可以算好 或者说可以忍一忍 或者是什么原因 这种小孩子你是 你是忍不住 或者说你没有办法的嘛 所以会让我们这种 带家长的话呢 会很困扰 那你有这种困扰的话 和工作人商量一下的话呢 不感到那么困惑吧 下面想说一下 大家应该很关心 那个问题 那就是我设计去的 迪士尼系里边 人到底多不多 这个呢 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性的吧 当然就是我们是 平时工作日去的 所以呢 肯定比周六周日的 人要相对少一点 还有呢 就尽量不要选择这种 就是日本的 就是暑假 寒假去 人是肯定多的 还有呢 就是我们去 如果说你是带娃去的 不是玩一些 很刺激的项目 就玩那种 就是很平时 很简单的项目的话呢 其实呢 人并不是很多的 因为一般就是迪士尼系呢 都是一些很刺激的项目 比较多嘛 年轻人去的会比较多 还有学生什么的 所以呢 他们一般都会去排一些 很有人气的这种 网红项目啊 或者说是去一些 网红的地点拍照 所以呢 就是说你们 家宝宝就玩的这种 小孩子玩的项目 一般呢 人不会很多 一般都是小孩子嘛 那小孩子排排队呢 也很快就到了 所以呢 真的是很方便 所以呢 相反的就是说 带小孩子去迪士尼系的话呢 你反而会觉得 好像人还是蛮少的 下面呢 我想分享一件 我这次游玩 迪士尼海洋公园 我自己经历的一件事情嘛 希望大家如果说 以后也碰到类似的 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呢 也可以采取这样一个方法 那就是 一般就是迪士尼海洋公园里边 就是项目嘛 就给小孩子玩的 就差不多五六岁以下的 小孩子玩的项目呢 其实也不是很多嘛 那这些项目呢 就是排队的时间 也不会很长 一般差不多 三十分钟以内呢 都可以搞定的 那除了这些呢 这次呢 我们最后呢 玩了一个时间最长的排队 排了一个小时的一个项目 因为它是刚刚开发的 所以呢 就是排队的人会很多 虽然就是这个 它是一个设计的项目嘛 就是非常适合小孩子的 大人可能会觉得有些无聊吧 但是还是非常有人气 年轻人都会去排队嘛 那就是那个 就是玩具总动员的那个项目 那我们呢 也就是 本来没打算去玩的 后来想想看时间 我们家宝宝呢 就下午完好 很多项目了 然后呢 就累了嘛 然后他就睡着了 睡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差不多到了五点左右嘛 我们想我们到底是去吃饭呢 还是就是 直接就回去了呢 或者说是再去排一个项目 后来呢 我就是想 我就看这个项目 它当时显示的时间是一个小时 那我想 反正他已经睡了一个小时 再睡差不多半个小时 应该也就醒了 那我何不去排一排呢 结果呢 就是说 我这个选择呢 是完全正确的 就我们开始排队 真的就是 总共的到最后玩到呢 真的差不多是排了一个小时 刚开始 就是在外面门口等着 然后一个个进去 反正大家睡觉嘛 因为大家知道 小孩子真的是排队的时候 就是不能让他排太长 排太长他就会很不开心 就是很不舒服 就会闹啊什么 刚开始可能还好一点 时间长就不行 那像这样子的话呢 如果说是他睡着的时候呢 就排这种一个小时以上的队伍呢 是非常好的 因为呢 他会很安静的这样睡觉 那你就大人们管大人 一边看手机一边排着 然后呢 快到入口处呢 我问了一下工作人员 我说 还要排多久才能够真的开始玩 他说差不多20分钟左右 那之前已经排了大概30分钟了 小孩子也睡觉 睡得差不多了 也差不多可以醒了 那我看他也在那动来动去 差不多要醒的样子 那进去之后 我们再待了一会儿 然后呢 他后来就自己醒了 可能里边就是光线比较亮啊 加上也比较吵嘛 他就自己醒了 然后呢 这时候还有差不多 也就排个十几分钟嘛 就可以玩了 那他就醒了 然后就跟他说 啊我们要玩这个 马上就到了 然后他就很开心在里边 因为里边也有一些 就是那种玩偶的这种图案啊 什么 让他可以摸一摸啊 就是在玩之前嘛 小孩子都喜欢的嘛 然后呢 就是一边拉着他排 一边呢就是这样等着嘛 然后就觉得这次排队很有效率 我们大人的话呢 其实排着会很安静嘛 小孩子就不行 那如果说 你也带小宝宝去玩的话 如果说发现小宝宝很累 在睡觉的时候呢 你可以去等一些 差不多一个小时以上的项目 这样的话呢 排着的时候呢 小宝宝很安静 真的差不多排到了 你把他叫醒 这样去玩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你也不要太勉强 就是如果说真的是睡得很熟 你一定要把他拉起来的话呢 也不太介意 你算一下差不多 平时宝宝睡多少时间啊 然后你们排一下 差不多他是醒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去选择去排队这个项目呢 是非常好的 当然需要就是说 爸爸妈妈的一定的 就是那种你自己的经验 仅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下面想说一下 在两个地方玩 就是迪尊尼戏和迪尊戏 拍照的一个事情嘛 我自己觉得迪尊尼戏呢 更适合拍照 为什么呢 因为一方面它风景很漂亮 而且就是说很大嘛 很宽敞 所以呢你很容易找到 就是说适合拍照的一个点 那Lando呢 虽然也很大 但是呢里边小孩子很多 就是你 就是很难找到一个安静的 然后呢 又旁边没有什么人的 一个拍照的地方 所以呢 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说 戏呢 更好拍照 而且呢 就是说 你去戏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人 就是带着他们的娃 然后呢 穿着很漂亮 很可爱的 然后呢 就是它又有一个 有很多就是专门的 拍照的一个景点 打卡点的 你可以根据地图上去寻找 真的很适合 就是说情侣啊 或者说是一些 就是专门的网红打卡点 去拍照 是非常推荐的 下面想给大家一个 小小的提醒吧 就是 如果说你是打算 待到就是晚上 看烟火结束之后 再回去的话呢 建议就是说 你一定要多戴几件衣服 因为就是 迪斯尼戏 它是填海造的嘛 所以离陆地呢 相对于迪斯尼拉诺呢 要远一点 所以晚上差不多到傍晚的时候呢 四五点呢 就已经开始起风了 尤其相信 入秋的季节嘛 更容易就是傍晚 感到很凉嗖嗖的 你早上去可能 好像太阳很大 很热很舒服 但是到了四五点呢 就会感到一丝丝凉意 所以呢 戴件外套 我觉得可能 如果小孩子的话呢 还是再戴件 就是那种 比较厚一点的外套呢 更加适合 因为晚上如果说 早两个感冒的话 也不是很好 好不容易去玩一次 对吧 所以呢 一定要戴足衣服 是很有必要的哦 那最后呢 想和大家分享一件 我这次 玩迪斯尼海洋公园 碰到的一件 让我有点小感动的事情吧 可能会有一些长 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听下去 那就是我们 预约了一个 五点钟左右的秀 然后呢 差不多是提前十分钟 我们到了门口 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家宝宝呢 下午玩得太累了 再睡觉 然后呢 按照我们 他平时睡觉的时间呢 差不多两个小时呢 这时候应该是醒不了的 因为他也才睡了半个小时嘛 然后我们再犹豫 到底应该怎么办 但是呢 时间快到了嘛 我们就先就是 预约好这个秀呢 它是有条心码 要扫进去的 然后我们就在入口中 扫了条心码就进去了 在里面的这个后场区等着 但是呢 还有十分钟就要开场了 我们看他也不像醒的样子嘛 后来我就在那犹豫 到底要不要 就是把它叫醒啊什么的 因为我还是蛮想看这个秀的 好不容易约到 但是我老公呢 就说 他反正还没醒 也不会醒的 就不用看了 算了 还是走吧 然后呢 我也没办法 很失望的 然后就 就是准备出门了嘛 然后呢 因为就是里面可能很吵 然后呢 我老公就推着这个音乐车 马上就找了一个出口 就出去了 就这样冲出去了 那我们其实也不知道 也不懂嘛 那我因为还在犹豫 还在想 看不了 好可惜呀 一边在想 一边慢慢的走出去嘛 那我老公已经走出去了 我慢慢走出去的 同时呢 就走到这个门口的时候呢 突然间被工作人员拦住了 就他很 突然的就是这种 就好像那种 啊你不能走 怎么什么事情啊 然后我就有点 就是 吓到了嘛 然后他就问我就是 为什么要出去 然后我说 因为我们宝宝睡觉了 看不了这个秀 我想就是说 放弃了 然后他就问我 你是打算就是说 真的要放弃了吗 还是就是可能 因为还有十分钟嘛 可能十分钟宝宝醒的时候呢 你还想回来再看呢 如果说想回来再看的话呢 是需要再登录的嘛 如果不登录的话 就进不进来了 就是会出现Ella的嘛 就是有那个错误显示嘛 然后我就说 吓到了 我们就是决定 就是完全放弃 不会再进来了 然后他确认之后呢 就把我放出去了嘛 然后我当时就想 就是也没有太在意这件事嘛 就觉得啊 原来就是 在就是如果说 你当中中途离场的话呢 就是在登录好之后 离场的话呢 想要再进来的话 一定要就是说 多加一次登录 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呢 一定要记得 就是找工作人员 再登录一下 那后来呢 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嘛 然后推出去之后 因为对面正好有个商店嘛 宝宝在睡觉 那我老公呢 就就是推着这个婴儿车 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嘛 就休息 那我呢 就是有空了 就是可以去逛商店 正好对面那个商店 是卖琳娜贝尔产品的嘛 我就可以去慢慢逛 慢慢挑 就是我喜欢的这个小 就是琳娜贝尔的 就是小玩具 然后呢 我在挑的过程当中 挑到一半 突然间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 我就是 我就是 就是回过头去 然后呢 就是一个工作人员嘛 然后就突然 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真的非常抱歉 我当时有点 就是有点纳闷 说我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 你怎么跟我道歉呢 然后他就跟我说 刚才我们看秀门口 那个工作人员 可能就是有点太突然 太失礼了 就是不应该以这样的 就说话方式 可能那个工作人员 说话方式有点着急吧 他就是他可能有点着急 说话有点严重了 说话的语气 请你见谅 让你玩得开心一点 我说 我知道了 我当时就是有点 有点惊讶 后来就是回想一下 就觉得稍微有点小感动 因为就是这么一小的一件事情 就是旁边会有 其他的工作人员看到 然后呢 可能是领导吧 我具体也不是清楚 就觉得好像还蛮感动的 就是我没有把这件事情 放在心上嘛 但是就是 作为迪士尼的工作人员 就他觉得就是 这样可能会给顾客带来 就可能那个工作人员的态度 可能有些 有些就是太 可能说话方式 可能不太好吧 会让 会给我们游客带来一些 就不开心嘛 因为毕竟大家来迪士尼玩 都是非常开开心心的嘛 所以呢 不想让我们有这种 不开心的这种经历 所以呢 特地过来给我道歉 我当时就是还蛮感动的 就是现在回想起来 我真的觉得还 还蛮 就是 就是我自己心理上 还蛮开心的 能够接受到这样子一个 就是 一个就是这样 道歉吧 虽然我没有太在意 但是这个小小举动呢 让我对这个迪士尼的印象 就非常好 就觉得 我下次还会去的 我接受到这样的服务 我真的很开心 最后呢 还想分享一个点 可能大家就是 也不一定感兴趣吧 那就说一说吧 就是 我们那天没有待到最后 就看完烟火 我们是就玩好之后呢 然后就出去了 就打算在外面吃晚饭呢 然后呢 也很晚了嘛 小孩子就是 也不知道给他吃什么嘛 我们中午已经在迪士尼 就是海洋公园里边吃过了嘛 所以晚上也不想吃 想在外面随便吃一点 后来正好发现 车站门口呢 有一个就是麦当劳嘛 然后呢 就进去随便点了点 然后呢 让我非常惊讶 就是这家麦当劳呢 不是我夸张的说 是我来日本之后 吃的所有的麦当劳 就是也吃过很多次嘛 是在麦当劳里边 做汉堡 做的最漂亮的一个麦当劳 我就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我觉得可能有点夸张嘛 但是真的确实 那天我们点的汉堡 我们点了两个汉堡嘛 大的汉堡 然后呢 真的做的很漂亮 里边 因为有的地方 就是说他可能比较忙嘛 他做的就是有些乱 或者说酱有点撒的太多啊 或者太少什么的 但是那天的经历呢 真的让我觉得 这个汉堡做的好漂亮 而且就是说 那个麦当劳 它是有包括就是点咖啡啊 点这种小点心的地方 因为像日本就是有这种 点咖啡 点小点心蛋糕 这种麦当劳一般都是很大嘛 所以它都开在那种 比较偏僻的那种乡下的地方 那一般是市区内的是 几乎是没有的 所以也没有机会去吃到这些蛋糕啊什么的 还有买马卡龙 真的很不错 然后那家店呢 真好有 还有一些什么巧克力的咖啡的饮料啊什么的 然后就点了点 就觉得这家麦当劳 真的给我的印象非常不错 东西做的又好 而且呢又有咖啡啊 蛋糕啊什么吃 真的很不错 而且那天榨出来的薯条 非常颜色 非常的漂亮 就是一般就平时 这家店榨出来 可能会就是太 就是可能油炸的颜色太深啊 或者什么 反正那边那家店榨出来的呢 就真的很漂亮 金灿灿的 我不知道可能是碰巧啊还是什么原因 反正呢 我那天的麦当劳经历啊 真的还是不错的 如果大家有机会呢 可以去看一下 去试一下那边的麦当劳的这个汉堡 做的是不是漂亮 薯条是不是金灿灿的呢 好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 我这次游玩迪士尼海洋公园的一些小经验 小建议的分享啦 希望给视频前面有一些帮助和参考吧 我觉得有些点还是蛮有价值的 好那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 记得给我点个赞哦 那我的视频内也会继续分享更多 我在穿搭方面的一些感想啊 我的穿搭分享 还有我在日本生活的所见 所闻所感 还有呢 偶尔会有我的育儿分享等等 那如果喜欢我的风格 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哦 好最后祝你们身体健康 每天好心情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